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 Petron NAS Pre-MAX 95 富含 Pro Drive 在这一个 Saga 上面我觉得 他们开始转向平衡中庸 他们要求的还是一般的代步 然后要很轻松 在这一点上 以前的 Saga 会表现差一点 但是这个小改款的 Saga 做到了平衡 在我身后的这个是小改款的 Proton Saga 在小改款之后 它的销量从原本的单月两千多辆 变成单月四千多辆 究竟是什么魅力让这个小改款的 Saga 可以热卖 今天我们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改款 Saga 的优点和缺点 小改款的这个 Saga 车头其实 严格来讲它没有什么大改变 但是细节上做出了油画 我个人其实更喜欢这个小改款的 Saga 你可以看到全新的无线编织 Infinity Wave 的家族水项护照 然后还有这个日间新车灯 虽然说顶级版才有 但是这个日间新车灯 这个质感很棒 它不像那种 aftermarket 自己去改出来的感觉 所以你看整个 Saga 的车头 其实看起来不大像一台不到四万块的车 我觉得其实还蛮高贵一下的 我发现 Proton 的设计师 非常喜欢 Mercedes 车款的设计 在第一档的 Proton Iris 上面 它的四无处轮圈其实就很像 A-Class 的设计 而现在这一个 Proton Saga 小改款 它的轮圈设计同样的也很像 Mercedes 的车款 但是这个设计非常好看 我个人是很喜欢 但是你买了这台车你就要小心 因为可能你驾出去 泡在路边 人家就会偷掉你的 RIM 在车尾的设计方面 同样的也是没有很大的改进 它基本上延续了这个 Persona 小改款的设计风格 例如这边 它采用了一个这个防刮材自家 镀个四条的点缀 然后把排气管隐藏起来 看起来没有那么的运动 但是比较优雅一点点 然后这个围灯的设计还是一样 Proton 的厂灰变成了 Proton 的字样 不过有一点我要吐槽的是 这个车还是没有电磁阀尾箱开启 它有这个预留孔 但是没有这一个 Button 所以我相信原厂可能是为了成本的关系 所以没有放下去 你要打开这个尾箱 你除了在驾驶座那边的拉杆之外 你还要带着这个钥匙 你只需要按这 它就会弹起 小改款的这个 Saka 内装 原厂做出了几项升级 第一点就是这个座椅 它采用了类似这个牛仔布的材质 所以看起来没有那么廉价 第二点就是这个车室灯 老实说这个车室灯的设计真的很豪华 10万块以下的车款 我不觉得我找得到这么有设计感 这么有质感的车室灯 第三点就是这个独立式的触屏主机 Saka 终于有触屏主机了 最后一点就是这个仪表 这个仪表取代了之前那个比较简陋的仪表 所以它可以显示的内容很多 例如 Trip A Trip B 瞬间油耗 平均油耗等等 非常的棒 很清晰 我很喜欢 剩下的细节 其实这个内装设计跟之前的 Saka 小改款 之前甚至是这个 Saka BLM 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 不过有一点我要吐槽的是这个方向盘 这个方向盘我个人觉得 如果可以使用这个 Iris Persona 的方向盘 我相信会更好 Saka 的这个后座空间表现其实是中规中矩 因为它是一辆 A Segment 的车宽 我们不能对它的空间表现要求太多 因为它的轴距只有 2465 和 Beza 的 2450 相比起来 它只长了 15mm 而这个空间表现我个人觉得还可以接受啦 前面这边是我的这个标准坐姿 你看 因为它有这个挖空的设计 所以这个脚步空间勉强有一个拳头 然后三个指头左右 所以可以坐鞋一点 但是呢 它这个脚步空间的支撑就没有了 然后中间坐的话 其实很难得坐中间还蛮舒适的 只是我相信后面坐三个大人的话会很挤 不过这个后座有一点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 这个头枕是不可调整式的 除了会影响舒适度之外 在安全性也是会有影响 因为它对你颈部的支撑少了一些 所以如果当你的赤子真的发生碰撞的话 那么它没有颈部的支撑 所以会导致后座乘客的危险性会提高 这个是要让大家知道的 另外Saga 的后座还有一点就是 它的椅背可以做倒屏 所以你可以放置比较大型的物品 接下来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2019 Proton Saga 的优点 在Iris 还有 Persosan 上面 原厂为了兼顾到油耗 所以它采用的 Compressor 是非常小的 可是在这个 Saga 上面呢 它还是维持了以前 Saga BRM 那个尺寸蛮大的 Compressor 所以这个 2019 Saga 的 它的制冷效果是非常出色的 如果你是 Saga 的车主 或者是准车主的话 那么恭喜你 也拥有 Proton 最冷的冷气系统 这个是 Proton 祖传的后视镜设计 它使用在 Saga FLX 还有 Proton Pro-ray 上面 虽然如此 但是这个后视镜的设计 现在看起来其实还是蛮好看的 因为它有这个 LED 的方向灯 就算是 Persona 还有 Iris 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 Proton 只能可以考虑一下 在 Iris 还有 Persona 上面 采用一下这个 LED 的方向灯 另外因为它的面积很大 所以你往后看的时候 视角会比较少 这个也是 Iris 和 Persona 的缺点 作为一台入门的家庭车 这个 Saga 的车围墙空间表现非常的称直 它可以让你放一家人的行李 或者是和你朋友出门的行李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以前的 Proton 车款的触屏主机 Lag 到让人家怀疑人生 但是在 Saga 上面 这个触屏主机使用上非常的流畅 很少会有顿挫感的出现 我个人觉得在十万块以下的车款 除了 Mazda 2 的 Mazda Connect 之外 应该没有人可以跟这个触屏主机比的 Saga 的触屏主机 还支援了一个新功能 就是 Easy Connection 首先你的电话需要连接蓝牙 之后再下载这个 Easy Connection 的 App 然后通过 USB 连接你的手机 打开这个 App 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触屏上面 使用部分你手机上面的功能 例如说 Spotify 音乐 导航等等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你使用了这一个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触屏主机上面 其实呢你使用不到那一个 Touchscreen 的功能 超有质感的这个室内灯 而且还是 LED 的 你能够想象这样的设计出现在一个 四万块的车款上面吗 全车提供了三个 USB 插槽 所以长途旅行的时候 你可以随时随地的为你的手机充电 根本都不需要担心手机没有电 说完了优点之后 我们来说一说 2019 Proton Saga 的缺点 没有电动尾门开启是一个致命商 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车停在户外又下雨 你手上拿的东西要放到尾箱的话 没有电动尾门开启的话 你是不是已经临死了 虽然说我们可以通过钥匙来开启 但是你按着这个钥匙你要等一段时间 它才会打开 等它打开你人可能已经临死了 Proton Saga 还是没有这个 Autodown 的电动窗 我能够接受没有 Auto Out 但是这个 Autodown 怎样也要给一下吧 在试驾环节方面 我们先说一下这辆车的引擎配置 它搭载的还是一样的 1.3Km Pro VT 引擎 最大马力是 95 PS 风制能力 120 Nm 然后它的变速箱 从原本很多人投诉的 Punch TVT 变成了这个 Hyundai Powertag 的四速自排变速箱 所以我们首先先来讲一下这个 Powertrain 的动力反应 首先呢 这个变速箱在起步的时候 它没有了 Punch TVT 的 Delay 我们来为大家示范一下 OK 首先我在这边完全停止 我完全停止之后 我踩油门 它的这个加速的表现其实是比起这个 Punch TVT 好很多 但是呢原厂为了这个变速箱做得很省油的设定 就是说它不喜欢换档 所以就是说有时候你在转弯 你停了转弯 你在声插油门之后 变速箱会维持在你原本的档位 它不退档 所以变成你这个动力衔接会很不顺畅 简单来讲就是没有力 OK如果你只是市区普普通通走走停停其实还好 但是如果当你去到这一些 比较倾斜的路段山路或者是 Highway 你要超车 然后你想要比较以好的动力爬坡的话 这个变速箱就是不换档 所以你会感觉到它的动力其实不是很够的 像是这样 你就是身踩油门的时候车辆其实不充 现在6000 RPM 的时候 车都不充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变速箱它基本上还是 省油的设定啦 你不能去期望说它很有力 换了这个四数字拍过后它很有力 就我个人的这一个 对这个Saga 的了解 我个人会更为喜欢这个原本的 CVT 的版本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讲之前的 CVT 不能用的 这么多人讲 CVT 好 但是 CVT 除了这个原本的起步稍微 delay 之外 它整体的动力衔接的流畅度会比这个四数字拍更好 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 你可以去试一试这个小改款的 Iris 1.3 CVT 那么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那个 CVT 的调教其实已经很成熟了 但是我觉得原厂更换这个四数字拍变速箱的决定是没有错的 因为会买这样车款的人可能是不希望负担太大 有可能它是一个小家庭或者是刚刚毕业的学生 刚刚找到工作 所以他们不想花在车上的费用太大 这个四数字拍变速箱 可以给到你一个很低廉的保养费用 然后它的耐用性也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Proton 在这一个选择上是没有错的 虽然我个人更喜欢那一个 CVT 的动力响应 只是你买到这台车你就要去接受这一个四数字拍变速箱 不需要换挡 所以你超车啊 会没有力啊 等等的这一个带来的后遗症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 Proton Saga 的操控表现 在这个小改款的 Proton Saga 那边 原厂试图让它更为接近一辆程式小车 所以虽然还是同样的油压式方向盘 但是他们的工程师加大了这个方向盘的辅助力道 所以这个方向盘的转向其实是很轻的 比起小改款前 它轻到让我觉得在四驱驾是很好的 转向很轻松 不会像以前那样很重手 转不到 所以就算是女性的驾驶者也可以很容易的摆动方向盘 但是这样的改进带来的一个效果就是 它会损失了一定程度的方向盘手感 所以它的操控表现会受到影响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一台车的操控表现基本上还是在 X-Segment 里面最强 包括了 Picando 包括了 i10 包括了 Asia 包括了 Beza 它是这个 X-Segment 里面操控最强的车款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在弯道的时候 它的这个车身的侧倾会比较明显 跟小改款相比 但是它的悬吊设定是非常的舒服 即使路上很多洞啊 很多墩啊 很多黄线啊 你依然可以感觉到悬吊过滤这个税震是很棒的 它很适合当一辆家庭车 真的很舒服 但是操控会差一点点 可是依然还是 Air Segment 最强 这样的设定 我觉得 Proton 的车款 不再像以前那样只追求操控表现 反而是追求比较平衡的东西 这一点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所以在车辆的操控表现 Proton 一直主打 这几年一直在主打它的 MVH 进步 然后在这个 Saga 上 我个人觉得它其实和这个小改款之前的 Saga MVH 相比其实差不多 不是说它不好 只是小改款前的 Saga MVH 表现其实已经很好了 所以这个表现我觉得 现在这个小改款的表现呢 我觉得其实没有差太远 是很不错的水准 但是没有到你会让你眼前一辆就是 哇 很近 因为其实差不多 而且老问题是在这个变速箱 你一踩油 转速拉高的时候会比较吵 OK 我们示范一下现在的转速大概是 OK 你看 3500 转过后 这个引擎就会非常的吵 整体隔音它是很棒 但是引擎隔音是我觉得还需要加强的地方 另外如果你买了这台车或者是车主 你去换一个比较舒适的轮胎的话 同样这个胎罩的表现也会跑过这个 Silverstone 的轮胎 我感觉到 Proton 的这个方向其实有了转变 以前的 Proton 就是一直在追求它的车款 要有很好的操控表现啊 要很运动化啊 但是在这个 Saga 上面 我觉得它们开始转向平衡中庸 我其实可以了解 Proton 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 因为一般的人买车 它不会每天就是跟你 Sawana 啊 Pack Corner 啊 然后来跑等等 其实它们不会 它们要求的还是一般的代步 然后要很轻松 在这一点上 以前的 Saga 会表现差一点 但是这个小改款的 Saga 做到了平衡 它可能没有以往那么好的操控 这一个四速自排变速箱可能会慵懒一点 不大喜欢换档 但是它可以给你带来一个还不错的油耗 然后很轻松的教育表现 这样子慢慢开的话其实很血液 而且它的隔音表现其实是不错的 虽然跟小改款前没有差很远 当然如果你说 Air Segment 里面的整体表现来说 隔音 Saga 是最好的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引擎声还是真的是比较吵一点 然后油耗表现方面 这个 Saga 小改款的油耗表现 其实跟这个 Saga BLM 因为 Saga BLM 也是实数自排 它和 Saga BLM 相比的话 它确实进步很多 以前 Saga BLM 的车主很常会遇到 一个满缸可能跑不到300公里的这一个情况出现 但是在油缸一样的情况下 这个 2019 Proton Saga 它的满缸可以跑到接近400 有时候甚至是400出 只是这个行车电脑的油耗表 其实是一个快乐表 它会让你觉得很快乐 因为这台车之前我开了差不多5天 里程电脑最低的油耗是去到5.3公里 100公里 换算大概是18点多公里 一公升 你看到这个油耗很漂亮对不对 但是你实际去添油之后 你换算下来它的油耗其实只有14点多 当然这个14点多的油耗和 Saga BLM 甚至是跟这个 Saga CVT 相比的话 其实差距有一点大 因为它真的油耗表现进步蛮多 但是和这个电脑显示的18点多相比 还是差了4公里 会有这样子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这个行车电脑 在你车停着怠速的时候 它不会计算油耗 因为一般的车子你停着它也是照样计算油耗 所以它会给你一个平均比较准确的油耗表现 但是这个表是让你比较快乐的 你车子 OK 我打N档 这个时候它是显示8.4公里 然后它是不会计算油耗的 就算我这样开着车停在这边一个小时 它还是8.4公里 所以呢 这个里程电脑的油耗你不要太相信 你还是直接去计算一下 不过它的油耗表现确实是有进步了 也让更多人可以接受 因为14点多的话 我相信已经符合一般人心目中这个省油的标准 虽然说它和Beza比的话 可能Beza还会更省油一点点 这个是我对这台车的看法 如果你问我会不会买 我是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Saga CVT 多一点 因为Saga CVT 的动力衔接其实真的是比较棒 还是那句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话可能有问题 你可以去试驾一下这个 Iris 小改款1.3 CVT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我会说我比较喜欢CVT 的 但是这个四数字牌对一般人来说 我觉得是相当足够的啦 重点是它的维护费用会比较低 CVT 的话你换一次这个 牙油还有这个Filter 应该要四五百块 单单那个CVT Oil 就三百多块了 而这个四数字牌呢 我有去Proton 的官网查了一下 他们暂时还没有价钱表 但是我相信你换牙油应该是两百块以内搞定的事情啦 可能一百五十以内可能都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呢这个耐用和耐用 省油跟这个低保养费用 是Proton Saga 的最主要的卖点 当然它的舒适性也是很棒 所以呢如果满分五星的话 我会给这辆车2.8星 它的整体表现其实是 这个价钱真的不能嫌太多 虽然缺点还是有 而且这些缺点可能会对你一般的驾驶来说 我会造成这个不便利 但是这个价钱下面 你真的是不可以太嫌弃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一次的影片 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分享我们的这一个影片 然后同时开启那个铃铛 在下次我们上传新的影片的时候 YouTube 就会通知你 我们下次见 拜拜